詞曲 李宗盛 学习着另一次的深呼吸 回忆并不是一张电影 努力忘记爱你要好多勇气 一个星下总有眼泪一滴 一个明答案最后也没有关系 你是往前飞的云相遇 我再也不相信有爱情 爸妈 阿蔡想 我们想向家里借点钱 借钱干什么 阿蔡的同事给他介绍了一处好房子 我们想买下来 手里钱不够 说是借 其实是希望我们赞助吧 不 爸 就是借 其实我们很清楚 我们夫妻俩只有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就是借 以后我们按照银行贷款的利息 一分不少的还 坐下台 坐下台 来 请坐 坐下 钱呢 我是有一些 可是我就是闹不明白 家里有吃有喝 有房子住 为什么非要搬出去呢 是我们做父母的 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吗 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 可以说出来 不要老是走我走的 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啊 爸 你看见见的也大了 再过几年都要上初中了 我觉得她是需要一个自己的房子 可以更加安静的读书 而且她不能总跟爷爷奶奶睡在一起吧 还有呢 你们二老呢 对她也比较浇惯 我觉得这对她将来的成长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再有就是 你看现在的房子一天一个价格 我是怕以后要是再不置半点房产的话 真的到时候连片瓦都买不起了 因为现在这个房子说到底是你们二老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 老公 给我倒杯水 喂 来了 来了 自己没张手啊 自己下来倒 现在家里的局势是这样的 丽娟 我 我妈三点一条线上 我家在中间 距离上离老婆远点 离老妈近点 不过根据危险程度估算 妈这边看上去爆炸的速度越快 不敢劳你大驾 我长手啊 可以自己倒 不过 我大概是记性不好 我忘了是谁前两天哭着喊着 要给我捏手捏脚倒茶滴水的 原来你不乐意呀 早说呀 我也不敢麻烦你 不过我提醒你啊 丽娟 我真的不是稀罕你给我倒 你呀 别后悔 如果呢 我以后自己倒 或者是让别人替我倒 我就怕你真不乐意我 丽娟 你说的 我简直是 简直是你说的 我没有 炙手可热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这成语的意思应该是 两只手都着火了 正因为房子涨价 所以我觉得你们年轻人不要去 去凑那个热闹 你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个房地产呢 现在跌到什么程度了 多少人为了这个房子跳楼 前车之鉴 你们还去跟风啊 这房子为什么涨价呢 就是因为你们去 烘柴啊 是不是 所以我看哪 现在买房子是不值的 刚才说的什么你们的我们的 我们两眼一闭 不都是你们的吗 那不一定啊 你看家里不是有两个儿子吗 你们现在 对启南照顾的那么多 那万一到时候你们把房子给了启南了 那我们夫妻俩 不是要露宿街头了吗 是不是 我终于明白了你的心结了 归根结底是启南是吗 你就看了启南周末 在家里拿点水果走了 有时候掏点钱 心里不高兴了 阿彩啊 你是大嫂 不要跟弟弟去计较 两个儿子我们都一样 对 相比他们 我们照顾你们还多一些呢 你看健健长这么大 上学放学 都是爷爷奶奶接的 从他落地那天起 也是爷爷奶奶把他养大的 阿彩啊 爸爸妈妈没有对不起你的吧 爸 你看 这你真是越扯越远了 这就说到明年也说不清楚了 我们今天就是讲借钱 那 那你给个痛快话吧 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呀 我们不是不借 是觉得 没有必要去买那个房子呀 如果说你们搬走了 我们两个人会感到很孤单的 以后就是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 找你们也不方便 所以说呀 这个房子嘛 还是不要买了吧 你们的意思是不借了 好 我算认识你们了 我知道了 不管你们借不借 这套房子我是买定的 你们借呢 我们还是客客气气的 将来 相互还有个照应 你们不借 我也不是借不到 这套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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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 我给你那套房子 那套房子 我给你那套房子 我给你那套房子 在套房子 你不让老人休息了 你这孩子 车 门开我拿本书 快 车 开门 他不开 你就明天再拿呗 快回去睡觉吧 我睡会睡会 我的家 我想睡哪里就睡哪里 等老太太一睡着了 我就回卧室 李亚萍 你要是敢把门反锁上 我明天就跟你离婚 互攀户啊 我一定要做个好老婆 只为了让亚萍快乐 来 来 昨天 立娟打电话来说今天回来 回不回来啊 爸妈走 你说这孩子 心里没啥是吧 只见我妈了 吃早点 吃早点 那个啥 我今儿没梦干呢 熬的西周 快吃吧 我不吃了 我跟我妈说好了 今天要回家的 你不吃早点哪行啊 对身体不好 快点 妈 我明天早一点起来吃早饭 好玩了啊 我走了啊 拜拜 你说 到底是个孩子 心里没啥不懂事 这老人得调教 你说这孩子 心里啥都不装啊 说完就完了 当老人的 不能跟孩子一半见识 你说是不 嗯 她说什么了 我怎么不知道 喂 昨日早 你不溜弯去了吗 她呀 让雅萍 没啥 一桩小吃 雅萍啊 就是缺点男人气 镇不住媳妇 你说是不是 当时说找了一个上海女呢 我这心里头啊 就犯嘀咕 你说上海女人多金贵啊 能派上用餐吗 这真是 谁在背后嘀咕我呢 阿菜啊 快来吃早饭吧 再不吃啊 都要冷了 阿菜 快来吧啊 咸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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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女儿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早饭吃过吧 宝贝儿 吃过了 妈 我累死了 怎么了 累 又是工作又是家的 还是在家做女儿好呀 又有父母养 是又不用看人家脸色的 我知道了 婆婆又欺负你了吧 给你气瘦了 没有的 没有的事情啊 婆婆好的嘞 很勤快的 我来的时候 她还在家里面拆洗窗帘呢 我长的是单位 老板的要求不好对付 我还以为干什么呢 别碰碰碰碰碰碰 你呀 你就唯恐天下部落好了啦 就知道碰碰碰碰碰碰 我说启东啊 你再去劝劝她吧 不要老是要搬出去搬出去 我们老呢 总是要有个依靠吧 你让她放心 我们不会亏待她的 快去快去 去呀 我劝她不动的 这个媳妇啊 我们是彻底的得罪了 要不老王啊 我们把钱借给她算了 说什么话的 自己孩子什么借不借的 给了就给了嘛 对不对 我是有心要给她的 本来这个钱嘛 早晚也是他们兄弟两个的 对不对 听见了吧 但是我不喜欢人家攀碰碰 也不喜欢人家强龙压我头 钱是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谁也管不着 对不对 她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的 她威胁我 什么以后不客气呢 她不客气了怎么样 我也不指望她吃饭 不来我就不来我 那 那个不行的 老王啊 她要把女女带走的 那我们就看不见孙子了 孙子是我的 她跟着我姓王 既然是我出钱 那就要出的情愿 这算什么呢 就是嘛 就是 反正这一回啊 我是不松口了 你告诉她 她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认了错了 我什么时候给钱 否则休想了 你就告诉她是我说的 什么时候她想明白了 什么时候来找我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吧 来了来了 三明治 汤对 有的 现在知道这碗饭不好端了吧 以前住在家里 吃我们的 喝我们的 就以为我们的钞票 是从天上下雪下下来的 不晓得一点艰难 小姑娘 都自要我了的 我说呀 领导想到哪里 你就要看到哪里 最好啊还能想到领导前面 想到领导前面 我不想活了 现在想到都要假装没想到 你比领导还聪明 以后谁敢要你啊 娟娟的话倒也没错啊 现在社会上的事情那么复杂 没办法的 我懂得啤 你要熟 让我去买啊 凉了凉了别喝了 我告诉你啊李牙皮 你要认老远人员 你不能不服气 因为精致的大厨呢 都是急救一下的 是不亲自动手的 没错 那个亲自动手的呢 都是在灶头上的小角色 你要感谢我 我扮演完主角以后 我把杯酒留给你 我让你也有露脸的机会 对了 谢谢你啊 非常贵气的啊 那个大厨啊 来 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 那大厨那麻烦你 待会儿能教我怎么洗碗吗 我脑脑脑脑脑 跟你讲过 我的手不能洗的 一洗就成老四瓜了 到时候你摸我的手 就像左手摸右手 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我 狐狸君小姐 一定要保持熟的十八九 让你一摸 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十八九的手 用得多磨磨 那这身还是哪儿有十八九啊 快 快 洆洆 洆洆 来来来 醒醒醒醒 醒醒啊 吃饭了 来 起来起来 来来来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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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多嘞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就多吃点啊 不管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怎么又说饿死鬼投胎了吧 这样也没好吃的是吧 你是不知道 雅萍麻烧菜难吃的了 我一边吃一边可怜 李雅萍这前十八年的日子 是怎么过的呀 孩子这样也能长大不容易的 我 难怪呢 人家都说 较大食堂 果实差 就她一个人夸 她妈妈来了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 白菜炖猪肉 一个礼拜 粉条炖猪肉 她妈妈 就会做一样菜啊 嗯 那天难得烧了一个红烧肉吧 八角 生姜 花椒都往里面搁 肉里面乱七八糟的味道 那怎么吃得下去啊 嗯 就这样 我多吃了两口 她妈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了 嗯 你是不知道她那个妈呀 我的天哪 简直是同养兮出生啊 一天到晚呢 做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光干活不吃饭的 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活下来的 就像我们以前养的那个橡皮薯 照一天太阳就可以了啦 我一看她妈吃饭的 出气的样子 我就难受 哎呀 苦了咱们家娟娟咯 我告诉你娟娟 她这是在跟你唱苦肉计 千万别上她的当 你吃你的 你要不吃啊 正宗她下怀 嗯 我是那女儿不是到她们家里去当什么老八子的 哪有 她雅萍有钱 是 叫她出去请个保姆来伺候你们 别让她妈累着 对咯 不就是没钱没钞票吗 嗯 只能让她妈受累了 哎 还有我告诉你啊 千万不要心软了 不要去帮手 你要帮上了 甩都甩不掉 对咯 嗯 你妈说得有道理啊 你今天啊是给她当当副手 明天就成了动良制裁 再往后呢 他们全家这么躺着 看着你一个人干 到时候你苦了你 我知道了 嗯 妈妈你放心 我又不省啊 我早看出来了 我就按照你的方针行事 打死现在我都不帮手 哦 嗯 厉害 不愧是我生的女儿 你怎么不交灯会的啊 宝贝不交灯会的 宝贝不交灯会的 宝贝呀 还是有区别 有 谈恋爱 就想找漂亮的 嗯 可几乎过日子 光漂亮 一点都不实用 那老话说呢 丑妻博天破妙 是男人的三剑毛 这话一点都不讲 嗯 嗯 嗯 对 你说咱家丽君 哪儿都好 咋就不会过日子呢 不知道是他家 回来以后 不是坐着就是躺着 妈呀 那床啊 跟那猪窝似的 跑口就卧下来 有功啊 不是看电视 就鼓着电脑 家里一把也不收拾 你说 这么一个好家 咋就不知道爱惜 你说那被子啊 嗯 那得经常的 拿出去晒一晒拍的 对 对 嗯 特别是那初遇厌机 还得经常操 嗯 不然的话 嗯 都成油葫芦 堵了那就废了 对 人家都说呀 南方女人 勤愧 我从他身上 就看不出来 是南方女人的样 嗯 你说他咋那么爱吃呢 啊 就跟那个上磨道的驴似的 嘴老嚼着 嗯 那小食品哪 一堆一堆 可吃饭的习惯不好 刮吃菜不吃饭 那菜是就饭吃的 那天我说了 嗯 我说娟儿啊 你吃点饭 你猜猜咋说的 嗯 吃饭怕胖 那你吃饭怕胖 吃肉就瘦了 别瘦 我的妈呀 吃起肉了 一块结一块呀 眼里头谁都没有 老的少的都没有 亚萍 嗯 妈咋搅着 她不知道疼你 那行 说这辈子 谁知道谁碰上点啥事 比如说你 要是碰上点灾呀难的 她能陪着你 能守着你 我看够强了 你又不能盼点好的 反正妈是盼着你这一辈子 顺顺当当的别出啥事 对 您说的没错 朱姆 那我跟你说嘛 原来你一直把手里大吃的 军事都不记得了 真的 旋爱虽然说 叫气点吧 原来你心意 你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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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在上海女孩中 真的就算好的了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看我这个 一没钱二没事的 就一工薪阶层 我跟你说她妈 最开始呢 是坚决反对我们俩结婚 可到时候最后怎么了 照样嫁给我 这说明她心里还是有我的 是吧 谁没有点毛病啊 我还一身毛病呢 您不照样那么疼啊 是吧 您得看她的好处 再说这年样 哪家吃不起点肉啊 你这她让她吃 她想吃让她吃 你老盯着她弄得我 她不自在 她那叫吃一点啊 所以我才把她锁起来啊 我的妈呀 那碗肉我切了二十八块 你吃了八块 你爸吃七块 他一个人就造了十三块 您要数啊您 我刚才那碗肉 要了点家里 我兑点菜 我跟你爸能吃一个礼拜 对 你说这日子要那么吃 那得多少伙食费 你家里趁金山 也架不住这么造 别说你还得 给那个什么交那个房子的贷款钱 还得买衣裳 我的妈呀 你说你们俩 多手衣裳 那几个身子穿的 一天换一件 我看一个月 都不再宠样了 我不要进去了 这里东西很贵的 走来走来 你看看 最后贵的 打折呀 疯狂折扣 不计算被人抢光了 走走走 怎么不利 办法呀 我就是喜欢到这种地方 你看环境又好 百分之五十的折扣 不像刚才那种小店 一分钱折不打 然后呢 进去就感觉要吵架的样子 对不啦 环境是好 价格也很好的好玩 哎 没想到 你现在喜欢到这种 宰人的地方来买东西 我 你要这样讲我的呀 以前我买低摊货的时候 是谁天天拉着我呀 天天拉着我跟我上去 真好看吧 我那时候带你买嘛 也不过一两百块钱的东西 你现在倒好 清除去完了 那条裙子不要太好看哦 来来来 水电费 煤气费 电话费 对了 还有你们俩的手机费 出门还坐车 你一个月挣多少 你架不住这花花那花花 你还能剩几个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也是 你们是没过过苦日子 妈是过来人 啥时候过日子 也得留点后手 你知道你碰上啥事 你现在还没有孩子 你等有了孩子以后 哪都需要钱呢 啥人你也不白送给你 对 你要没有钱 你说哭天喊地也没有用啊 你们俩这日子过得啊 太玄了 嗯 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嗯 得好好琢磨琢磨 嗯 你还是去给爸爸认个错吧 你晓得的 他在单位当领导当惯了的 只能顺着哄 不能到这拍 他喜欢启南 也就是因为他嘴巴甜 你去道个歉 他肯定出钱给我们买房子 屁 汪启东 你到现在还没有看清楚 你爸你妈 还对他们抱有幻想 我就去认个错 他们也不会把钱 借给我们的 我算是看透了 他们就是想 有人去照顾他们 好让他们有个依靠 我还不信了 理了张屠夫 非吃带毛猪 我这边一筹到钱 我马上就搬出去 这个地方我一天也不多待了 从此两劫 我认得他们个鬼啊 他们是我爸爸妈妈呀 怎么可能两清呢 再说父母也没有 给孩子买房子的义务 何必呢 我们快快活活过日子不好吗 现在有几个父母啊 不是为自己的孩子买房子的 靠自己的钱买 那什么时候才能买得上 好啊 他们既然没有这个义务 我们也没有责任去照顾他们 他们爱把钱给谁 那就让谁去照顾他们好了 别到时候把钱塞了进去 到老了没人靠 反过头再想刮我们的油 忙我们 你去 告诉他们 把我的话都跟他们说一下 你去呀 在这个世界 其实最需要房子的是屋口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话 你别跟李娟学家 要我妈干活还唠一身不是 我明白 我跟她说了有些 爱听一听不听拉抖 反正做老人的一片心意吧 对 这您放心 妈 我还有件事得跟您说啊 有件事 您说您跟爸这来了有日子了 嗯 咱是不是得跟立娟父母 聚一下啊 你想咱们婚礼是分着办的 这好不容易凑得一块 总得热闹热闹不是啊 啥意思 就是一起吃顿饭上 谁请啊 咱们请啊 咱们南方请啊 找个好点的馆子 您说呢 那不就是 两家老人见见面 老了磕吗 嗯 那出去还不方便呢 在家吃吗 在咱家吃 又在家吃 在家吃 我多做几个菜啊 等到你家吃 行 那你多整两个菜啊 家吃 这个衣服买的还是比较厉 累脱了 来找个地方谢谢 哎呦 你这么累啊 你还真努广 我的脚都快断了 喂 你又没穿高跟鞋 脚疼什么了 你看我 哎 差不多了吧 我看你这个月的工资算是报销了 差不多了 要是再买下去 进不了家门了 哎 你婆婆不是来了吗 你怎么也没给她买一件啊 我给我婆婆买 我要把这里的衣件衣服买回去给她 她得心脏病的 哎 你不知道我那个婆婆啊 嗯 吃青菜都要省的 是啊 我可不敢给她买这里的衣服 哎 但是你可以给你的雅琳买一件 你想干嘛呀 你婆婆看你没有给她买的 但是给她儿子买了 觉得你还是想着她儿子的 这种小鸡鸟总归要耍耍的 走 男装部看看 好 那我觉得她还要给她牛奶 就知道了 那cards 我上把蛋了 那些尖不放置走 是啊 我住手 所以 我看你或者我 去哪儿 雅瓶呢 在呢 雅瓶 快下来 我今天下午去那趟巴黎春天 天哪 好多好多衣服都在打折 真打得厉害的呀 我就没忍住 给你和我一人买了一套衣服 我买的稍微多了一点 老公 你来试试看 来来来 妈 妈 您看 您看 怎么样 你柜子里不有这么一件吗 我记得那件是蓝的 不是 不是 它那个柜子里边 那个是翻领的 这件是历领的 这是今年流行的 而且这是仿那个什么 那个电影里边 李恰吉尔的那个造型的 多酷啊 这个黑色的 不就领子不一样吗 穿衣服暖和就行了呗 就是 老跟着什么老啥时候能跟着 要不能卖衣服的 咋把你们钱包给掏干了 你看我这件衣裳 十年了 这不还挺新的吗 也不过时 妈 那都跟您这样的 穿十年前的衣服 住十年前的房子 再拿十年前的钞票 那社会不要进步了 人类不要发展了 您看您 一个月饭费只消费一百五八 那我们就是给您一个月一万 又有什么用呢 您还是存银行 存那么多钱干嘛呀 挣钱就是花的 妈 不是我说您啊 您那个省钱的观念要改一改了 要跟得上现代人的消费观念懂不啦 那一应多少钱 四百八 原价一千两百八 这是元旦的新款 这才过几个月折打得这么厉害 我跟你说啊 买衣服不要买最新的 就要买这种打折的 最划算的了 对不啦 对 四百八 他那件呢 我看的不是衣裳好看的 是这钱好看的 四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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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是许可爱的 我还是许可爱的 不要买这些 我的 我还是许可爱的 一句是你 咱们 都怪不得了 喂 黄教授 你又来观察社会 是我呀 小红 你还请我一杯茶呢 是你呀 认出来了 认出来了 我刚吃完饭在这里散步 你也是散步吗 对啊 出来走走 正巧遇上你了 相情不如偶遇 王教授今天可以请我喝杯茶了吧 我又没有带钱 要不你找个能刷卡的地方 那好啊 那我可以好好敲你一下了 简单一点就好 不要太麻烦 好 你还真怕我会宰了你 走吧 漂亮 真的 真的 太漂亮了 两折买的哦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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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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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进去离得欣赏一下你 那个 啥令个事啊 以后像你在买这类东西的时候 别跟妈提价去 你说她要非问的话 你就在后面去个灵 让大家都好过 省得成天吃不下饭去的 我要为了让她吃下饭 那我得撒多少谎啊 我才不干呢 你也不看看你那个妈 你妈也太不抠了吧 买把青菜要从菜场这头走到那头 一家一家问一根一根条 我觉得你妈根本不像北方人 比南方人还南方人 这你跟我妈撞一块去了 我妈你说你特像北方人 大手大脚的 花心无截止 今天你妈是不是爽疯掉了 趁我不在家使劲地告状了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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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来 真 真没有 快说 你要在改制屋子家里面 一句坏话都没说 庆说你好话了 那说我什么好话了 说 你说说一时半会儿 还真想不起来 够死去边去 娟儿 那个 你这 你这老人在家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你也能够 搭把手 捞捞磕 人家毕竟在这儿干活呢 是不是 我不是不跟他捞磕 你看你们一家人 吃饭的时候说的那些 什么起大姑爸大姨的 什么大姓姓的表弟 什么厂长 什么姐夫的小米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也想插嘴 我插不进去啊 你说 百分之九十他们 聊的那人我也不认识 他不就是唠嗑吗 该笑的时候赔个笑脸 该难受的时候出个表情 他又不是让你翻家谱 屁话 这就跟一语考试考听了一样的 我连个背景都不知道 我怎么回答问题啊 我想插也插不进去嘴 更何况你们说的那些 我实在不感兴趣 你嘿 你看 那你妈你爸 拉着我打麻将 我也没兴趣 我不是也得陪着打妈 你是没兴趣吗 我没兴趣啊 你不喜欢打麻将 我不喜欢 我陪他们二老打麻将 完全出于我孝顺 圈儿 你说说 你说现在老人他们还需要 咱们负担些什么 他不需要 咱们也就是哄哄他们 陪着唠唠嗑 他们就很高兴了 我不是不想哄你妈高兴 我实在是没办法哄她高兴 你不知道我的苦啊 我往她边上一站 她恨不得把你们家 代代相传的媳妇金 一字不落地传给我 是 什么啊 只使干活不许吃饭 只使挣钱不许花 还有那个什么 你说话说什么我要听着 你要骂我我不能还嘴 我相信 你们家的这个媳妇金 就跟过去的武林秘籍一样的 肯定是只传儿媳妇 不传女儿的 还安娜 我不相信她这么交互外华 我能答应吗 我疯掉了 我要答应了的话 真是白脑革命了 那回到解放前了 了 我疯掉了 曾 sano 她说的 我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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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个 我疯掉了 我疯掉了 這就是 我疯掉了 你 继续 我疯掉了 真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起你把我当作孩子一样叮咛 想起路灯下你一去不回的电影 尽管是分离 不要珍惜自己 我们曾约定 想起我们的爱情 就在城市的街心花样 刻在树上的誓言 证明我们曾相信永远 你的手和你的肩 劝起我就是整个世界 亲爱的再见 回忆里再见 想起来的爱情不变 想起来我们的爱情 就在街道的另外一遍 混在一起的少年 重演我们曾爱的昨天 亲爱的再见 回忆里再见 想起来的爱情 不会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